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选择了门徒之后 基督就在山边报道 这番说话是讲给人听的 对他们来说是责任的法则 和天国的光 是他们在绝望之中的希望和安慰 这个天堂对世界的祝福 从上帝宝座出发的声音 在这里 传道者的大君 偉大的教师说了一番天父似给他的话语 他是永恒的智慧 在世界被创造之前 就与天父同在 他认识天父 因为他与天父缘为一体 白福是基督的问候 不单止是给那些相信的人 亦都是给全人类 他一时似乎忘记了 他现在不在天庭 而是在地上 他使用了光明世界所熟悉的招呼 从他口中流出来的祝福 就好像封闭了很久的丰盛生命之存 终于涌流出来 基督要我们确实无疑地看清他 向来认证和祝福的品格 他有什么特征 他转来那些 在这个世界上野生勃勃的宠儿 却向着他们否认和疏远的人 宣布一切接受他亮光和生命的人 就有福了 向那些虚心的人 温柔的人 谦卑的人 哀动的人 被藐视的人 受迫白的人 他将开庇护的相比话 在《马太阔福音》11章28节说到 可以到我这类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为他所创造的人类 基督没有带着悲哀的阴影 来看这个世界的痛苦 他在人心里看到的 不是只是罪也不是只是痛苦 在他无限的智慧和爱里面 他看到人类的可能性 以及能够达到的高度 他知道 虽然人类担用了他们的恩惠 毁坏了天赤的尊严 但是他们的得救 将会荣耀他们的造物主 这一段说话 是我们应当如何教学的一个例子 基督肥尽心思的写到奥秘的事 不再是奥秘 而是简单明白的真理 在他的训绘之中 是没有含糊不清 也没有很难明白的 在《马太福音》5章2节说到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 他说话的时候 既不是低声细语 也都不会用山眼 或者令人厌倦的语气 他的说话 好像从天上寶座发出的声音 他的说话清晰有力 语气壮严 带有令人信服的力量 今天的内文出自于 《信行九十六》1902年 深入思考问题是 我从耶稣分享真理的方式 能够学到什么呢? 今天的神中课讲到这里 欢迎下次再收听 拜拜